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娄淑婉沉默了 她做不了这样的事情 只是掀开车窗往四季斋的方向望了望 其实也根本看不到那边 她也知道不可能有什么转机 但既然还没有确切的消息传过来 她总还可以幻想一下可能会有的机会 或许还活着 或许还活着 但在更多的思绪中 她似乎看到力恒如今已经死了 胸微影扬长而去 虽然努力地不让自己刻意想这些 但只要这些的念头掠过脑海 她就忍不住抱住了身子 夜凉如水 时间回不去宁已 还活着的方才的黄昏了 她便也感到了寒冷 思绪在渺茫的幻想与冰冷的绝望的交替中 渐渐渐麻木起来了 曾经在她未曾料想到的时候 她认识了一个那样了不得的人物 但可能在不到一炷香以前 在她看不到的地方 那人却已经死了 另一边 四季斋 当先的那人举起手中的人头时 大厅里的氛围顿时变得冰冷而僵硬 稍后放一顶 刘静看着这一切 也已经定住了 想要往前走 看得更清楚一点 随后传来倒吸一口冷气的声音 怎么会 唐靠 说什么 说话的人声音都不大 随后他们有些迟钝地 转头看向那漆黑的房间 此时其他人才看得真切了 那人手上拿着的 赫然是那大汉 汤蔻的头颅 没有人知道 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后方有些人 甚至还没有看清那人头 随后 却是历天佑第一时间反应了过来 他有埋伏 他抓起手中的刀 用刀背 砰地打飞了顶上的一只灯笼 火光朝黑暗的房间里飞了进去 有人在轰然巨响中 踢碎了已经破裂的房门 后方的众人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但这些人的反应却已经说明了一切 历天佑这边的人疯狂地往那边房间冲了过去 抓住人 他有帮手埋伏 那汉子竟然死了 宁公子 把人杀了 众人的窃窃思雨中 也是一片错愕 刘静看了看后方 又看看那边的人头 也就在此时 房间里轰的一声巨响 光芒亮起一顺 几乎所有人都吓到 光芒消失之后 有人在里面缓缓地晃了晃 手中火折子的光点 点亮了灯盏 他此时的语气 也没有了方采的冷硬 变得有些轻松了 我赢了吧 历天佑等人此时没有理会他 有人打穿了房间的墙壁 冲进另一个小包间里 宁毅一手持刀 一手拿火冲 从那房间里走出来了 随后擦了擦脸上的写字 历天佑双手死死地握住拳头 看着那房间里 倘寇倒下的无头尸体 没有说话 随后只是狠狠一句 搜 把他的同伙给我找出来 宁毅没有为此争论或反驳 他虽然看起来受伤不重 但其实已经颇为狼狈 只是还保持着基本的风度 他看了看刘静 走到一旁的桌边坐下来 整个二楼一时间一片混乱 众人士笃定他杀不了汤寇等 汤寇死时也没有传出火冲的声音 之前他把周围弄得一片漆黑 肯定是有同伙埋伏其中 但若历天佑找不到这人 眼下这哑巴亏 他就吃定了 道德此时 他身上才有了几分文人的气质 只要没有证据 旁人在道理上终究是争不过他的 旁边的众人一时间议论纷纷 都觉得他是靠帮手杀掉了汤寇 但相比起 力天佑带着大队人马的气势汹汹 宁毅这边不过区区三人 就让力天佑输得无话可说 又没有被人找出破绽 这一手在大家看来就实在漂亮 也就在这混乱中 一个大家未曾关注的小插曲 此时也正在楼下发声 朱延林方才就下去处理这事了 大家看这边战况激烈 也未曾在意 就在士兵们 恨不得拆了整个四季斋 而搜查的时候 力天又回过头来 目光雪红地望着凝隐 但还没说话 一个声音从楼下传了上来 天下风云 出我背 一入江湖 岁月催 那声音是朱延林的 他大概是在读一首诗 声音不大 但由于此时已是夜间 四季斋也是空旷 楼上的众人还是听到了 力天又愣了一愣 随后大家看见 一名幕僚匆匆从楼上下来 附在力天又耳边 说了些什么 如果是方才有人在楼下 或许就会注意到 刚才在门口 有一名抱着一口长箱子 长得十分精致的女子 与守在这里的士兵 发生了冲突 朱延林随后下来了 大家争吵间 那女子说道 然后那女子在门口的木台上 歪歪扭扭地写了一首诗 朱延林就念了出来 此时念诗词讲究一扬顿措 那诗作或许算不得上将 但也颇有气势 朱延林也被这气势赶着 楼上的人便听得 他有些迟疑的声音流畅起来 宏图霸业 谈笑钟 不胜人生 一场醉 提见跨迹 挥鬼语 白骨如山 鸟精飞 那诗作至此 已经把江湖中的豪迈 与血腥描绘出来 楼上众人刚刚轻眼目睹了 一场激战 如今 面目猙獰的丽天佑 与浑身带血的宁翼隐隐对峙 灯如昏暗 一片狼藉 更是为这首诗衬托出了几分气势 此时有人从楼下走上来 脚步轻盈 目光疑惑 众人转头去看时 最先看见的 却是他抱在胸前的长长的木盒子 朱颜林在下方开探 尘世如潮 人如水 空探江湖 几人回 的时候 大家也看见了那少女的面孔 她长得十分漂亮 五官极美 但没有人认识她 她环过四周 似乎有些好奇 看起来像是一个霸刀营的丫鬟 丽天佑站在那儿 看了她好一会儿 然后她面无表情地说道 走 星光辽落 海外至此时 杭州城里已渐渐地平静下来了 因其远康叛乱而起得阵阵骚动 在此时还未散去余波 但逃散的党羽 赋予顽抗者所掀起的波澜 也已被镇压在了极小的范围之内 继续 城内的灯火 绝大部分都已熄灭 但偶尔仍有士兵走过街道 也有极少数还未曾回家的人 匆匆往回赶 虽然事情闹得有点大 但此时城内还未开始戒严 有些地方士兵会设卡稍作搜查 但还没到无人敢出门的程度 四季斋上 席夜也已经散去 作为掌柜的文人博二 正在指挥着几名小厮收拾打斗后的一片狼藉 今夜大家津津乐道的 想必不会是朱烟林所举办的这个文会 而只会是后来宁 刘继与丽天佑的一番大战 而其后 那个抱着盒子的女子上了楼 丽天佑竟然就此率众退走 这一幕给众人带来了颇多的疑惑 不过那女子随后也抱着盒子离开 楼中的文会也就到此为止了 随后过来的大夫开始就职流井 为宁易包扎 几个霸刀营的人也进来收拾残局 由于在杭州城内 与霸刀营打过交道的人不算多 大家对进来的这批人还是有些陌生的 顶多知道霸刀营经营着木料方面的生意 但此时也攀不上交情 当下便向朱烟林拱手告辞 在这些文人看来 霸刀营来了人 吃了个哑巴亏的丽天润 四肢纠缠无意 只好退走 如果是在芳辣军中关系深一点 地位高一点的 则会想到一些其他的事情 譬如那位过来只漏了一面便走的女子 到底是谁 朱烟林就曾怀疑 这名忽然出现的女子 就是那神秘的刘大彪本人 但对于这一点 她心中韦识是不能确定的 旁观的文人不二也曾经想过这个可能性 随后她收到的一些消息 则正好佐证了这一猜想 今夜那场忽如其来的叛乱 雷声大 雨点小 只能说无论参之正事 习元康此前是否真有反应 这次都是上面 首先制定好了对付她的计划 她随后才被迫做出最后的反抗 而底定今夜乱局的 是刘大彪麾下的霸刀营 虽然霸刀营只有八百人 却属于方拉手下的中坚力量之一 只是一向低调 并未涉足方拉军的政治中枢 也很难估计这支军队的分量 不难猜测 一开始对付齐元康的计划 遭到了霸刀营的反对 但在最后 刘大彪还是迫不得已的同意了 他首先遣人 往齐元康所盘踞的街区 送过去了一首诗 这首诗与后来楼上那名女子 所写的恰恰吻合 名叫《笑傲江湖》 天下风云出我辈 一入江湖岁月催 红图霸也谈笑中 不胜人生一场醉 提见跨际 灰鬼雨 白骨如山 鸟精飞 尘世如潮 人如水 空探江湖 寄人回 语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坠序》 第271章 听众朋友们 坠序 作者 愤怒的香蕉 演播人 据五八亚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